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6月14日星期五的第二節 我們繼續跟進香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據多家本地媒體的報導所說 市場傳出中銀香港進一步收緊按揭 針對納米樓等個別按揭個案加息 而封頂的利率亦是上條至P加1 如果和一般按揭計劃封頂息 P減1.75厘去計算的話 即是納米樓的按息 將會較市場的息率相差2.75厘 第二單消息 英國最高法院前法官岑耀信 提前辭去香港終審法院 海外非常任法官的職務以後 他在昨天再接受BBC的訪問 指出47人案是他決定辭任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講到之前 首先呼籲告知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究竟中銀香港收緊納米樓按揭的事件 這件事其實是很大劑的 不過當然很多媒體會將它冷處理 因為現在要吹一個暖風 就是要慫恿的人去接火棒 當然不會大肆報道 這件事說什麼呢 美國聯儲局維持著息率不變 香港各大銀行昨天宣布了 最優惠利率即是P的案息 5.875厘不變 不過近期有些銀行 普遍對於案揭的審批相對保守 市場傳出有大型銀行進一步收緊案揭 針對納米樓等個別案揭個案是加息 中銀香港近期就住納米樓 按揭批出最優惠利率 加1利即是P加1的封頂息 如果和一般按揭計劃的封頂息 P減1.75厘來計算的話 中銀批出的納米樓按息 就交市場息率相差2.75厘 這就是變相加息加得很厲害的 一般的息率是P減1.75厘 現在批出納米樓的息率是P加1 即是來回相差2.75厘 所以就是加息的 不過我看到很多報道 中銀收緊納米樓的案揭 它是加息 它事實上就是加息 不知為何 好像要被提加息這兩個字 是法地摩來的 不能提的 因為可能一提就是不佬禮 或者可能被認為是唱衰的樓市 有些樓市的惡勢力就會出來借人 事實上就是加息 你老母 加息就加息 為何不能說 加息加息加息 犯法 你也夠膽加了 不怕別人說 真是多鞠魚 唉 現在P就是5.875厘 以往做開的就是P-1.75 即是5.875-1.75 就等於4.125 就是一般的封頂式 現在P加1的話 就是5.875厘 再加1 即是6.875 很清晰 整個數字 為何不敢說 我喜歡說 惡勢力 我一向叫別人不要愚蠢去接火棒 租就好過買 誰說租樓是惡勢力 誰說買樓才不是惡勢力 你老母 你打息 你黑社會 我們繼續看看 究竟 業內的人士有甚麼意見 聲之谷按揭轉介行政總裁莊錦輝說 有大型銀行為了加強風險管理 採取極度保守的態度 若然說其他銀行跟隨的話 那麼 納米樓的物業價格 就是會進一步的受壓 即是跌 跌跌跌跌跌跌跌 本身納米樓的抗跌能力已經很低了 我經常都說 納米樓本身不適宜多於一個人去居住 大家知道了 納米樓的單位是介乎百多呎至最多二百多呎不等 就開放式單位 我就說是高級湯房 就有屬於一個自己的所謂開放式廚房 整間屋除了大門以外 就只有廁所有門 一進入房間 一眼看完 睡房 就只有床 哪裏適合兩個人或以上來住 萬一有些人可能同居 或者那些新婚夫婦 有什麼爭執的時候 是很惡搞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跟老婆或者老公吵架 當然有些人吵架的 如果你說有個房間的話 老婆可以趕老公出去廳那裏 叫她 罰她一晚睡梳化也好 大家都叫做一個區隔 第二天早上醒來 那裏也有些 而如果你住這個納米樓 就糟糕了 除非那個老公 或者男朋友 就睡廁所 或者睡街 如果不是你眼望我眼 面左左 那怎麼辦 是不是很容易分居 或者離婚 根本不適合兩個人或以上居住 我說的 以往來說 很多人就為了強行上樓 押苗助長 明明都沒有這麼大的頭 強行要戴這麼大的帽 給那些AA 給那些媒體 不斷煽動她 說她心紅 說她一買就升了 現在這一刻你不買 那你將來更加難買 這些情節都賣過了 不斷慫恿那些人去買樓 於是納米樓都買了 然後那些人就畫了一個大餅 給那些納米樓的業主 就告訴她們 你現在先買 假以時日 三幾年以後 你那層樓升到差不多了 就可以去樓換樓 小屋換大屋 一條龍 那時候說到天花龍鳳 現在怎樣小屋換大屋 隨時變成負資產 要賣樓的時候 還要貼錢給銀行 銀行不叫你 你還繼續有一個鬥口 叫做蹲下 還納米樓 根本上就不應該再買 你說我說的 一般人就算租的 也未必租立米樓 如果租立米樓 不如租劏房 為甚麼要租立米樓呢 又不是便宜 就算了 坐困壽成 那不要搞了 現在還要給中銀 這樣堆一堆 好了 莊錦輝就解釋了 銀行是柬客加息的 還說銀行收緊按揭 早有端倚 繼早前工商鋪加息 收緊轉案 重案 和非住宅物業的按揭等等 相關的措施現在蔓延到新造的按揭 由於銀行面對的資金成本仍然很高 美國又遲遲未減息 香港銀行加息的壓力就會增加 莊錦輝預計 銀行針對較高風險物業按揭的加息潮 是會進一步擴大 樓齡較高的舊樓 或者會成為下一個目標 那些美孚新村要小心 以往不怕買的 老實說樓價升的時候 就算你那座樓對著人家的祖宗山墳 或者二樓對著人家的垃圾房 或者外面對著一個這樣的露台 又不怕人家丟垃圾 又不怕空中飛人 總之樓價升的時候 就算你對著寶福山 他都說你家山有福 現在樓價跌的時候 就諸事不順了 凡有少少東西 你下一個買家準備去接你火棒那個 就一定挑剔多多 就這樣滲到薯葉都落 然後就借機壓價 一定是這樣的 在市清的時候 就算你對著寶福山臉房 他都說你沒有問題 現在樓價稍微跌少少 你住的區近大酒店 都不行 所以就是兩個世界 現在就說樓齡較高的舊樓 會成為下一個目標 那就小心 相關的業主 如果已經移民 很快點訂貨 不要等了 又或者有些業主 他等著要移民 有些就是要換樓 如何都好 點首許冠傑 歌臣聲音虛的歌給你 叫做莫等待 趁現在還有價值的時候 很放棄了他 輸小當贏 壯士斷臂 好了 對大額的按揭物業審批 也會再進一步收緊 同時會視乎客戶質素 和物業的情況去審批 莊錦輝建議準買家 在選購物業的時候 要謹慎評估自身的承受能力 並且關注到物業的質素 此外 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鳳說 據了解 有關的個案 只屬於小部分 和按個別情況評估的按揭申請 中原就告訴你 小部分而已 個別個案而已 這個P加1 不是普遍的 王美鳳還說 按揭審批的準則 很多時候不是單一性 而是以綜合的因素去評估 除了涉及抵押品 即是物業的價值和狀況以外 也包括借款人的還款能力 是否足夠 入息證明是否充足 以及信貸紀錄是否良好等等 也有機會影響到銀行 是否批出按揭貸款 以及是否能夠批出交階的按揭息率 如果那個人連壓策都過不了 那麼早就已經不批給他了 如果他根本也不行就不會批 批得給他 根本上那個人也有錢還 也有能力還 至少近期會有 但仍然批過P加1 就是告訴你 那些房子 就要小心 謹慎選擇 黃美鳳指出 一樓市設立以後 基於買家類別較為多樣化 銀行或者會對於投資性質的買家 多重按揭在身的買家 會有更多信貸風險上的審批考量 那你是不是暗示現在 買納米樓P加1按揭的 那個是投資性質的買家 即是現在香港還有些人 買納米樓去投資去收租 如果有 那樣子更猛過可白 要拿去驗老 正如恩尼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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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一刻 在今年的香港 還有人去買納米樓去投資 那不要緊 你說有 那就有 那我就反正不信 你問我信不信的話 這個世界還有這樣的人 有些人看不開買來自己住 可能會有 買來投資 那麼笨 那你不如買奴布 或者買銘幣投資 升得更快 好了 然後 黃美鳳說 相信銀行亦會考慮 在社會上提供樓宇按揭貸款的角色功能 在合理審批角度上 衡量信貸風險 好了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明說 銀行審批住宅按揭一般會綜合多方面的考量 對於不同物業的種類 樓齡、流通量、借貸人的職業背景、國籍 以及息口等因素 按揭審批的取態都會有所不同 近期銀行拆息人員處於高水平 使得按揭業務資金成本一直高企 基於成本、邊際利潤 以及風險管理等因素 部分銀行按揭業務的取態 由求量轉向求質 在物業質素、風險評估上 都是較謹慎 而納米樓市場佔比較少 影響相對輕微 相信銀行未來隨著美國落實減息 或者資金成本降低 而對按揭業務的取態會有所改變 即是美國一天不減息 這些納米樓就是這樣 所以納米樓的業主 你要怨,怨有頭、債有主 你不要罵評論人說他唱衰你 是衰就唱不上好 是好就唱不上衰 唯一你要怨的話 為什麼會令香港樓價下跌 是發生了什麼事 那些冤有頭、債有主 不是真的罵評論人 評論人就不能夠 把樓市唱或登上好 都是按照發生了什麼事來評論 你問為什麼香港樓市會下跌 不是問為什麼別人評論香港樓市會下跌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最新有一班新香港人買樓送給兒子 誰知極速虧錢 虧了一百萬有多 據HK01報道所說 市場消息指出 新近在紅磡海日豪園錄得了一宗怪異的成交 業主在設立之前 由於看好樓市 在海日豪園第18座高層B室買了一個單位 是Full Pay 使用面積是1,100平方尺 屬於四房間隔 看到很開揚的維港海景 業主原本以2,380萬元叫價放盤 但隨著樓價回落 都只能夠劈價 最近以1,918萬元沽出單位 這個原業主是新香港人 在今年2月 特區政府未曾設立的時候 就說看好樓市 發達了 厲害了 要做命運共同體 和共產黨以及特區政府 Full Pay 以2,025萬元買單位 成交在5月完成 剛好2月買 3個月期成交 5月收樓 原業主持貨4個月 賬面虧了107萬元 單位貶值5.28% 其實這個原業主 新香港人 他完全是一個零眼光的人 可能他誤以為 一切辣的時候 樓市真的會爆升 釋放購買力 然後又說小陽春 大陸人下來掃樓 他被錯誤的訊息誤導了 而他信到十足 我也不知道現在還有些人 還會相信這一套 或者還有人在吹 說大陸很多人準備下來香港掃樓 要不這些人就立心不良 要不這些人就懶得上心口 事大一樣 你聽他信半成都死了 哪有大陸人還會下來香港掃樓 一旦有一個民商事發 他又怕在大陸 老實說 在大陸賺得三幾百萬的人 你說他是不是真的 完全行得正 站得正 一些事都沒有犯過呢 我不相信 在大陸賺得幾塊錢 你說他完全一些事幹都沒有 怎麼找也找到他有些事 萬一他被大陸法院判決了的時候 然後拿來香港法院申請互認 那他香港那層樓 是有機會拿來填數的 那他怎麼會在香港買呢 二例就是 就算走資來香港 現在很多大陸人都醒了 去買美元的保險 因為流動性是高一點、強一點 夠靈活 請問 現在大陸人通常去哪裏買樓 如果有三幾塊錢 人民幣的 他就會通過地下管道 或者各式其式 走資 去了東京 或者曼谷 較早前去新加坡 去這些地方買 現在最多去東京 這些就是有外媒的報道 有證據 大陸人來香港掃樓 你們掃什麼東西 有沒有證據 越掃越便宜 有沒有搞錯 成交是怎樣 掃樓 這些人 老實說 要去推銷那些這樣的樓盤 沒所謂 實事求是 你都要說一些證據 不要一直在這裡 假大空 作東西 什麼大陸 拿來掃樓 哪個大陸拿來掃樓 有沒有證據 有沒有客觀的數字 可以反映出來 還是空想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分析事物的時候 要看真實的數據 還有一些理據 不要人說什麼 說什麼 信什麼 如果變成新香港人 這樣 呼批兩千多萬 三幾月 又不見一球 愚蠢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另一宗消息 關於英國最高法院 前法官岑耀信 辭任香港中審法院 海外非常任法官以後的訪問 他星期一 在英國金融時報寫了一篇文章 我們也有報導 另外他接受了BBC的訪問 岑耀信在回答主持查詢的時候 說47人案 就是他辭任的最後一根稻草 香港的問題在過去四年日益嚴重 中審法院的法官也有憂慮 但對於海外法官存在 或者能夠緩和當局的迫害狂熱 樂觀程度不一 岑耀信說 他自己去到最後一個地步 認為繼續留任 也不再對於中審法院有任何幫助 他才離開 主持就追問他 你認為香港法院是否仍然健全 岑耀信說 對於中審法院而言 絕對是健全的 但整體來說 司法機構的工作是有問題 很少國安案件會上達到中院 而困難在於 國安法和源於殖民地時期的煽動法律 都是極不自由的 他們本來可以更大幅緩和執行 他說國安法又說到殖民地時期 又要賴到港英時期 好了 岑耀信又說 認為真正的問題 在於香港現時偏執的氛圍 本地的法律 本身足以應對2019年的騷亂 他以騷亂來形容 不是示威、抗爭 國安法是為了抑制 即使是和平表達的政治意見 他認為這一點越來越清晰 主持再問他 這個結果 很多人早已預視到 亦已有很多社運人士、政治人物 甚至是傳媒老闆 即黎智英 被定罪了 現時回望 會否認為應該早點請辭 岑耀信說不同意 說其他法官讓他早請辭 原因有別 他認為應該先等待 看事態的發展 看看能否帶來正面的影響 雖然他自己用了較長時間 才得出他這個想法 並不現實的結論 但仍然認為 應該要留待掌握客觀的事實 而不是單憑猜測 才作出辭任的決定 是完全正確的 這些人的想法 我告訴大家 等於有些人經常說 他說要賺錢 賺盡最後一分才離開 要不就離開 要不就離開 就沒有說賺盡最後一分 其實這個人不是一模一樣 他說要先看清楚 要不就離開 要不就離開 你現在這一刻離開 就不是因為 你說的大仁大義 有些人見到岑耀信辭職 不知為何很亢奮 他說的那些事我沒有質疑他 當然共產黨會質疑他 李家超會質疑他 我想請問 正如主持問到他 你現在才知道 你說47人案的判決 是令到你辭任的最後一根稻草 47人案由審的時候到現在 已經有很多人認罪了 你認為那些人是否應該認罪呢 那些人認罪是否心甘命底的認罪 還是他們是愛於政治現實 他馬上想坐完 解決了整件事 而去認罪 你認為他們要在立法會那裡行使 即是他們主張 現在他們還未選到 行使這個 財政預算案的否決權 是不是一個罪行 而是你現在就說 因為判了 有些人不認罪的 那就判了大部分人有罪 有兩個人就脫罪了 但是有些人認罪了 你認為那些人應該認罪嗎 你是不是認為這件事本身有罪 你甘耀信自己出來說 你說現在判了有些人有罪 那就壓垮你了 要辭職了 那些人認罪有三十幾個 那你認為那三十幾個本身是否有罪 我問你 現在甘耀信出來說 你2021年還幫特區政府 去 endorse 你還覺得沒有問題 現在就說有問題 所以現在這個辭職 一定不是你現在所說的大仁大義的事情 一定有其他原因 要是你怕被美國制裁 要是你怕在早家那裡 在英國那裡太多的輿論壓力 就是你本身還有份在香港那裡審案的 審一次就鬥四萬磅 你就被這個鏡布燈了出來 英國的媒體大賣 但是你還在香港賺錢 就是靠這個司法 你不要大仁大義 有些人看到他辭職 他對抗特區政府 或者他說的不努力 特區政府 就很亢奮 我不會對這些人有什麼亢奮 如果你真的按照現在這些原因 你就應該一早就要辭職 怎麼會留到2024年才離開呢 所以我不相信他所說的 是真實的原因 你辭職就辭職 你根本上是怕自己糟糕 怕自己臨尾也收不到課 臨老不過世 怕被人制裁或影響到他 你當然有其他的原因 又不是因為你現在說的原因 你想想如果你因為現在說的原因 你就一早應該走了才是 我說的 所以不需要因為這些人辭職 有些人很亢奮 有些人敢投射 不需要投射在這些人身上 不要表錯七日程 我絕對不相信他 我說的 你現在說這些問題 今天是今天才會存在嗎 為什麼你一早就不走 現在才走 你還要賺錢 過去幾年在香港是有份 浪費的人 所以是 不需要這麼亢奮 對於這些人 他本身如果他說這些 你神要信 今時今日說的這些 如果你說打從心底裡相信 你說這些是真實的 那你過去幾年就是助紂為虐 不是你在做什麼 觀察觀察這麼久 什麼 黎智英被人拘捕了 你還覺得是沒有問題 周恆彤被人拘捕了 你還覺得是沒有問題 到現在四十七人判了 有十幾個不認罪的 大部分判了罪的 你就說有問題 那三十幾個認罪的 你覺得沒有問題嗎 你覺得這是一條罪嗎 你覺得在財政預算案那裡 否決是有罪嗎 你是不是這樣想 你出來說 出來交代吧 不要理會人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